我們今天來幹嘛 還真的超級早 現在大家才八點 不到吧 七點多 我今天為了今天七點的通告 五點就起來了 我也是五點起床 我好久沒那麼早起床 很像以前上課的時間 對 我說我們今天是要做什麼 今天因為我們要帶你考試的比方 考試 等等我 考什麼試 我知道 因為我們兩個是唯一沒證照的人 你知道這件事嗎 好丟臉喔 你知道我看那個動機那一集 我突然覺得就有點對不起大家 就是我們兩個好像什麼都沒有參與到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有一集試 我們兩個去考證照 我覺得我這個也會浪費成 我不是那種 你不是要不會考試 我不會考試 考試我 我是那種就是在那邊念半天 然後上場考試的時候 全部都混在一起 那妳還要去嗎 我們要不要換 沒關係 我們應該可以考到 那我們這次的證照用得到嗎 看妳會不會用 而且妳可以用它賺錢 真的 那很好 A賺錢是不是 我們不怕失業了 就第二技能就對了 就是我今天 失業了 我也可以有一個機器職場 好啦 一翔妳看是不是在 還要把我們FIRE掉 她覺得這兩個太廢了 先把我們FIRE掉 然後再把我們FIRE掉 我覺得妳很棒 妳現在已經有 對 我現在還有一個證照 我現在不用擔心 一場天應該要把我FIRE掉 我覺得這節目真的好 真的可以 讚 讚 好 準備了 出發 妳現在可以 試試試試試試看 這裡是樂廚豐仁教室 有點熟悉 我怎麼記得我們兩個 我去做過蛋糕 你們今天到這裡來的目的是 要烤 麵包餅 麵包餅 麵包 對 我不確定能不能烤過 一定可以要對自己有信心 老闆是保證烤 保證要問你的手 要問我的手 對 我保證把你們交會 好 這樣可以嗎 你要有耐心 要巨大的耐心 我們有擀麵棍 好 好 好 來 這個是好烤嗎 還是 基本上到現在 我們的烤照率 還沒有人沒過 徐姨 你們 不是她第一個 徐姨 對 麵包餅這個部分 可是通常他們來烤的 都是有這種技術的吧 不一定 跟我們一樣0的意思嗎 對 你只要是入門 因為餅級 它就是一個基礎 讓你跟這個食材 麵粉 糖 油 酵母 先建立一個關係 然後你們去認識它 然後利用這些食材操作成 一個食品 對 所以不用先放寬心 好 看得出我們很焦慮 現在有點擔心 對 我們兩個不善於廚藝 沒關係 就被丟來這裡了 我也覺得你們好像有點驚訝 這邊是一個教育 一個扭人教室 對 很驚訝 好 不會 我們上次有做過蛋糕 我們算是有摸過這些東西 好 我應該先讓我們 夜神 水彈這樣 可以 可以 跟這些食材 好 對 那考試的時候是全品上都會考到 對 全部的品上 每一個 就抽題 就是你們去考試的時候 會有考生 每個人要抽 去抽題 沒有 一個考生代表 然後煎瓶它會去抽 你的數量 因為在這邊我們都會做最少量 因為 最少量 最難做 但是它最好判斷它的狀態 對 那你當你去考場的時候 它抽出來的數量 它頂多就是 像紅豆甜麵包 最少量是18個 那中間量就是20個 然後最大量就是22個 那這個就會由煎瓶長 它去抽出來 然後告訴你們 然後我們要自己知道 就是我要 要怎麼去計算食材 配方是多少 要用什麼 對 所以我們今天學的 都是最少量 對 我們最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呢 就是你們做出來的成品 能夠合乎規格尺寸 好 然後用那個 最好的方式 最好的技巧 去完成你們的作品 這樣就可以了 來自行 吃灰色 豬癟 你怎麼做 可以 吃灰色 又要是 吃灰色 吃灰色 要來自行 吃灰色 我們 這個呢 就是你們 報考 已經被偷偷報名的 報名表 沒有退路的 對 所以你們一定要在這個 課程裡面認真學習 好 然後呢 完成考照這件事情 好 然後呢 有一個堅定的眼神 我真的可以嗎 讚 老師剛剛說要相信他 不是要相信你嗎 我相信 好 一定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拿到 我們的課本來 先分開來 在考試之前呢 有一些 我們一定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你只要犯了它 就是以零分計 直接出局 對 真的 對 那其他呢 我們在 成品上面呢 它都會有20%上面 給你的一個不良率 第一個 檢定時間 試考題而定 超過實現未完成者 超時 對 超時 每種產品製作以一次為原則 為精尖品人員同意而重做的 就是你去秤料完了之後 你開始在製作這個產品 你突然發現你有一些什麼食材 沒有加進去啊 或者是你有些什麼蔬絲 是需要補救的 那你一定要舉手 跟精尖品人員講說 我的糖剛才少秤了 我的油 我的什麼材料忘了加 取手就還有機會 對 然後你要跟 監評報告一下 他同意你再把它加進去 他不同意呢 那就下次見 他會不同意嗎 他是一次 事情狀 不是 他就是只能做一次 就是你不能說 我秤錯了 我把這個產品 我把這個食材丟掉 我重做 不能重做 對 可是你今天你知道你的問題 徵求監評的同意 烘焙計算 產品的總量乘以損耗 然後除以合計百分比 我們先要把這個 百分比的配方裡面 找出係數來 然後這個損耗 它就是 我們在操作的過程當中 會有很多的鋼盆 經過很多的工具 對 對不對 可能沿在上面之類的 對 然後它就會告訴你 這個叫損耗 它會給你這個1.05的損耗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來計算 我們的這個 係數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算呢 那所以你看 產品的總量乘以損耗 然後產品的總量就是 40克的麵糰對不對 對 然後乘以24個 然後乘以損耗 1.05 不錯喔 1.05 對 我們不需要 那個操作損耗對不對 我們只要烤焙損耗 對 很好 這個是我們麵包的計算的算法 就是 產品的總量乘以損耗 所以下一次我們要算吐司 也是這樣的方式 都是1.05 然後再來呢 我們算甜麵包 也是這樣的方式 好 這樣有沒有很難 很簡單 很好 來 那你告訴我 那個合計百分比是多少 什麼分比嗎 合計百分比 合計百分比 一百八十九 多少 一八九 對 一八九對不對 好 出一百 現在呢 我們現在 是不是找出 我們要算係數的方法了 對不對 對 當你算過這些 所有的配方之後 你就會很熟悉 好 好 來 OK 那我們現在就把東西收好 好 然後我們就準備到工作台這邊來 開始今天的實際操作 好 剛剛是不是有高粉 對 好 我們就秤下去 秤下去之後呢 等一下有糖 油 鹽 然後奶粉 建議你在秤料的時候 就是一個區塊一個區塊秤 好 然後呢 酵母不要秤在 靠近糖跟靠近鹽 因為糖呢 就會幫助酵母發酵 就開始 現在就開始起作用 鹽它會抑制它發酵 等於是呢 就會滅掉它的生命力 所以呢 我們等一下在秤的時候 就是粉類 然後高筋麵粉 奶粉 奶粉 糖 鹽 鹽 然後 新鮮酵母 這樣 最後再酵母就對了 對… 那你也可以先秤新鮮酵母 比如說它酵母是放在 不一樣的區塊 你可以先秤新鮮酵母 然後用粉蓋上去 50聲音 對 可以 好 我們在烤場 它會有那個 不要糾結 好 我試試 好 61 煮糖蛋 廢話 61 3 3 4 1 拿水 3 多少 3 4 1 沒有 你就直接加 直接加就好了 對 你就可以直接加 18 對 沒有辦法 我把它扣掉 對 我把它扣掉 剛好 老師 你剛剛 你切的那一塊幾乎是 那個耶 手感 對 你 原來它21顆大概長這樣 好 那我量完之後就 就可以帶回去妳的位置上面 然後量下一份材料 量下一個 老師 這個可以糾結嗎 怎麼樣 3 4 1 不用 10以內都不用糾結 10 不用糾結 對… 好 那個薄膜 有沒有看到 有 這樣是不是有 媽 有 好酷 有沒有 好可愛 妳的好漂亮 很酷 好酷 鋸齒狀對不對 它的鋸齒是很明顯的 有看到嗎 我懂 好 那妳 對 妳彈得很好 對 上下 它要是鋸齒狀才可以 那如果沒有的話是什麼狀 沒有的話 就是代表它打得太久 它是完成階段 是我們吐司要的 好 那我們就把它關起來 你可以看一下時間 你也可以記一下時間 拿下來之後 你看我剛剛是不是翻面放上來 它比較會防沾 對 然後就是從 這個地方靠近妳的地方 好像榴槤喔 開始 往下 好 這樣喔 抓著囉 好 畫三個大圓 一 二 三 好 它就變成這樣了 老師 妳是 妳是很好 手 好 沒關係 那個就不用糾結了 不用糾結了 先算妳的量 好 妳看 他們已經快碰到一起了 所以就是我們的動作要快 所以第一刻看 同步 所以就是我們的動作要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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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里幾位 你無神黑白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好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是可以做兩件事情 收拾妳就趕快寫妳的 寫烤卷 然後桌面妳就可以先清空 然後寫完烤卷之後呢 妳就可以收拾歸位 對 然後等一下 等待它麵包發完 那妳要看喔 我們要怎麼知道 妳的麵包熟成了沒有 妳看喔 我們的烤焙是不是在 上下去受熱均勻 對不對 那妳看 能不能動嗎 可以動啊 可是呢 我們要看喔 它的這個側邊 是不是有上色 下面上來 上面下去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側邊呢 剛才我們在吊頭是不是 是不是全部都是白的 可是現在呢 它是不是都已經是 那就代表它已經熟了 如果它還白白的呢 妳就可以怎麼樣 再給它加個兩分鐘 加兩分鐘 那等一下它可以直接出爐 我可以直接出爐嗎 對 那可以囉 那妳就把爐關掉 好 然後呢 先關掉嗎 對 然後拿到妳的桌上去 好 然後也是 放上去 好香喔 對 對 就有輕輕的嗎 這樣就可以 放在這裡 OK 那基本上我們的形狀都沒有跑掉 它都是長條形的 好 那 頂多 妳覺得形狀不OK 它就一個小扣分 但是都不會是不極準 或不量品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先看看 八公分 好 妳找一個最小的 我們來量量看 它會量最小的喔 對 這個 它都有八公分 讚 如果說這個不合格 它就會把它拿到旁邊去 就淘汰 所以拿另外一個最小的 然後看妳超過四個 那我們就下次見 如果我們碰到一般來講 都是甜麵包跟吐司的話 對不對 然後呢 為什麼 因為呢 升溫很快 降溫很慢 可是妳說 那如果是吐司 它是表面是一百七 可是因為一百七 妳說如果妳的降溫來不及的話 可不可以烤 可以 因為我們的眼睛可以判斷到 對 早點把它拉出來就好了 對 妳說到對了 所以原則上我們都是 甜麵包先烤 甜麵包先做 對 再做吐司 這個是有一個例外喔 一個例外叫做 三型吐司 它配到甜麵包的時候 三型吐司要先攪拌 只要遇到三型吐司的時候 就是先打它 就是先做吐司 然後那個群芋下次要記得 把妳的那個攪拌 攪拌棒那個清乾淨之後 然後再拿出來 不然妳這樣妳手會受傷 而且會很重 我以為是 它這個一起下來 才刮得乾淨 不會 還是把它再架回去 好 開扁 然後從中間 輕輕的往下捲 往上對不對 它是不是長的 對 可是我們不是要讓它用長的 我們就從這邊拿起來 正面 它是不是就圓了 從側邊拿起來 它是不是就圓了 對 圓了之後 然後妳的麵糰要放在 你的指節前面 不要進到手掌裡面 來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就拿這個包線紙 我通常習慣 用寬的這一面來包線 就是壓下去之後 妳的拇指跟妳的食指就捏住了 是邊靠邊 不是這樣揪起來 它就黏住對不對 然後這個地方一起黏上來 感覺好難喔 這隻手一起黏上來 就把它聚合 然後記得不要從下面一直捏 妳如果從下面一直捏的話 妳的那個 下面皮會破 對 皮會破 好嗎 那很可愛 這到哪了 好 那大概兩 三下就可以了 然後 我們的麵糰是不是變這樣 你要有一個凹槽 讓它變成是一個圓球 我們要的是紅豆球 不要是紅豆餅扁的 因為它這樣 這樣才能長高 好 那放好的之後 我們就放回來 我們是要18個對不對 對 18個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去判斷它的位置呢 一樣 交錯 就是五個一排 四個一排 再五個一排 再四個一排 這樣子就是 有18個的排列 那它會有20個的時候 就是5555 也是交錯 那當然它也會有22 那就是6565 那如果妳會覺得 我們的麵糰太矮了 那妳就可以做一個動作 這樣子 把它往中間壓 讓它變成是什麼 高一點 對 蛋黃酥 就是妳 今天一直在捏 我剛剛講的 好 對 好 就這樣 蛋黃酥 它是不是就比較平了 對 好 拿上來之後 一樣兩指的位置 先放 這是這樣子 五個 四個 五個 四個嗎 不是 五個 四個 五個 四個 對 好 像這樣黏住 千萬不要去扯它 請用我們的工具 輕輕地把它彈開來 有沒有 你看 好 不要拉扯它 好 翻過來 翻面 對 壓邊邊 這個寬度 就是我們這個 不要超過它 千萬不要超過它 不然妳的底下會皺褶 一樣 就是拉這個寬度 一樣 打成正方式 有沒有 我們這裡去整理一下麵糰 它的長度不要超過 一根擀麵棍的長度 好 好 就整理它 有沒有 好 這邊比較薄 好 我就整理它好了 對不對 只要做這個動作 輕輕地放進來 從外面 它是不是捲了 你看這個剛才 可能有撕裂 這時候我們就把它捲進去 好 它順便 好 這樣 然後從外面撥進來 你如果覺得哪邊比較厚 好 或比較高 你就輕輕地往旁邊推 它是不是就下去了 好 現在還不要 然後是這裡的時候 然後呢 一樣 是不是推到這邊來 是 一樣 翻到正面 好 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要注意的了 它的裂縫一樣 如果超過一公分 就是零分劑 對不對 不良品 來 這個地方 好 我們主要是要 讓它這樣黏住 恰它 對 就是把它黏在上面 因為它是薄的黏住 我們的手指 剛好在裂縫的地方 在接縫的地方 好 放過來 接縫喔 這樣子有點長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稍微塑型它一下 好 然後呢 如果真的有點長 就拿上來說 往內放一下 然後放到這個面上來 然後那個底 剛好我們的指甲 放下的地方 剛好是正中間 然後兩邊稍微輕壓 然後 好 下一個 要不要再加上去 就要加上去 好 還要加上去 對我們 都要加上去 然後再加上去 對我們 我們要加上去 然後再加set 然後再加上去 它現在是不是 慢慢地膨漫上來了 然後呢 大概呢 有七分的對不對 可是呢 像這種情況下 如果我們進去後發 它很可能就會到平膜 發過頭 對 或者是高過平膜 那原則上呢 在這個地方 我們還是先讓它再試溫 等一下我們是不是會低一個10分鐘 對 10分鐘完之後 然後呢 掉了頭 這個呢 我們再進去後發 好 控制它只有10分鐘 好 然後它就也夠高 然後一烤焙 它就高出烤膜 那就一定會合格 好 對不對 好 那這樣的方式 OK嗎 OK 這個圓 對 這個圓頂呢 是用這樣的方式 可是如果是碰到 葡萄乾吐司 我們就要到平膜 因為這個呢 560克百分百都是麵糰 它們都是會發酵 會長大的 可是如果是葡萄乾吐司的話 裡面還有葡萄乾 對 它的葡萄乾會不會長大 會 不會 不會 它不會長大了吧 它不會發酵 但它就是多大 就是我們進去多大就是多大 今天呢我們的課程呢 就是一個提主對不對 紅豆麵包配原兵奶油吐司 原兵奶油吐司 失敗是什麼條件 你不會想看到 我不會想看到 對 它是表皮破損有沒有 超過百分之多少 十 對 然後你看我們這個都不是 可是它怎麼樣是破損 你不會想看到嘛 所以我 滿像我們不要知道 我們不要知道 對 就是這上面呢都會有裂縫 或者是不整齊 然後呢這個地方呢 它是叫做烤焙彈性 然後每個麵包都會有 那像它發酵得比較久 就是你的可能你的溫度 或者是你的這個發酵的時間呢 它會比較怎麼樣 久一點 對 所以它就撐得比較開 有沒有 它有人要爆炸 但是它還是 它還是OK的 對 它還是很棒的 你看它的那個高度 還有你看它旁邊的那個 洞 這個地方有沒有 它旁邊的這個彈性有沒有 都還是很完整 它這樣吐司是這樣切開 是 那基本上你不要切 煎瓶覺得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他才會去切它 對 那你看像這樣子 你看你旁邊的邊 也收得很漂亮 有沒有看到 因為我的旁邊邊也是美的 對 都是美的 你上 我下 好 下 小心 你小心喔 那撞到很痛喔 你還好 我在那邊靠翻嗎 對 現在是 其實沒有高低差三公分 高還是可以被接受 那現在它太高了 你會覺得很難聽 其實這個歐巴 壓高的那邊嗎 對 壓的這個給它五秒鐘 好 它就下去了 是整個都壓 還是只要壓高的 沒有 就只要壓高的 對 好 OK 來 佩玲 輕輕的 一 二 三 好 OK 好有耶 它就在上面 好壓力 好 來 趕快掉頭給它掉頭 不要讓它溫度伸太久 好 OK 可以了 看看它的底部 我的裂縫 對 剛才呢 雖然我們在整形上面的時候 忘記捏起來 對 忘記把它捏得比較密合一點 但是因為你擺放的位置很不錯 所以它的底部的 沒有炸裂 剛好沒有裂開在那裡 你突然想炸裂一下 你會 我會 它就因為擺放的時候 盡量把它的正中間 對 就可以避免了 但是這個地方它就有風險 還是有風險 你看有沒有 它的地方 它雖然沒有深度超過 三公分 可是你看它的寬度 滿高的 對 我們來量 我們都 剛剛好 把它計算進來 它都沒有在三公分 我好幸運 對 它都沒有在三公分以外 它都在裡面 有沒有 OK 它可以裂很大 幸運 對 真的 它可以裂很大 可是這樣基本上它就不是成 不是 不是可以放售的了 你看它就叫做不良品了 好 你看這邊也是 對 你就看它的深度 你說它深度怎麼量 我們就用油膠卡紙 前面的這個深度 你看也沒有 對不對 你看 身體它也沒有 是這樣子 有沒有 對 所以OK 好 我 對 沒有 是 不要 沒有 沒有 我不敢 我 有人說好可怕 對 出來的分數沒過怎麼辦 我想說如果沒過的話 我現在就可以回家了 你知道嗎 後面不用考了 如果我等一下沒有考過 你們就不用等我了 如果等一下沒有結尾 我不會做結尾 我就會回家 我等他自己撐車 我就先走了 先逃跑 對 如果你過了 你就在這邊結尾 我要自己結尾喔 對 所以結尾就只會有 只會有紳士雅 生存者 只會有生存者 生存 考過的人 我們是有政策的 第十五個小時 對啊 好久喔 沒有一整天啦 其實一整天啦 真的 我們今天晚了一整天 從早上素科 學科開始 對 白天考到晚上 對 白天考到晚上 我們終於到天了 我剛剛還說 他剛出來的時候還說 欸 去 你知道 去看 他就是一個人走出來說 成績公佈 然後就天了 對 然後跟我們不敢過去看 然後就說 去啊 去 你去看 然後我說 那我會不會去 然後看到妳的名字 妳看到我名字 不行 不行 然後我還想說 我明天不要去錄影了 不行 謝謝我們 然後看到妳看到 我們兩個的名字 對啊 你知道 你知道看到 現在我們兩個真的是 我要哭了 很累耶 臭極累 臭極累 那有人考 這個考四個月 四個月吧 四個月 而且我跟你們說 我們抽到的是 千王題目 對 不是我抽的 就是我們那一組 抽到千王 對 三型白祖師跟布丁甜麵包 而且數量還是綜合 對 還不是小的 有多衰就有多衰 那還好還是拿到了 對 耶 再次炫耀 耶 我們終於 我們想說會不會成為 意想天台的廢咖 天台我們是廢咖 對不起 我們拿到這道了 我們可以做麵包了 耶 做麵包了 我們可以做麵包了 耶 可以回去交代了 Bye 我們可以做麵包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